冰冬的话绿毛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辅助 不管是在对线方面还是跟团队配合沟通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接下来的比赛的话 目前的话就是有蛮多地方需要改进的 最关键的先把对线的话就尽量一下 然后中期的话打得更好一点 左右一个在冰线上的掌握 克列搭配着AP打野 百分百胜率的克列 凯颖打野的话感觉要前进一直抓人 如果不能很早的变身 说实话比赛里面凯颖真的很难有很好的发挥 接近变大的情况 特约先红楼W可以率先拍一套 拿马上变大 感觉有点难靠了 想怎么跳 跳两段 跳的过程中变大 那位处理的很细节 自己被大部分减速 第一个伞 还不交 总算是把伞线交出来 要抢上河线 还是抓上单 牛宝没有伞 有机会这波 怎么能隧道 转了一点 没隧道 那感觉没机会了 是 这波京东市想等的人数多的时候 我开战 京东市这个想法 队友来了 可以 这里方巴斯如果再去拖下去的话 人数将是一个四打五 方巴斯应该是要放的 怎么让了呀 这少个ADC 而且小包怎么看 他一点点点 下场都快点掉了 对 都能给磨掉了 而且他带了个金化 这边绿毛也不好开他 散线扯的话 小包加个金化跳走就行了 是 中路对线老师不够难 是 哎 散线吃气泡了这波 有没有绝对留住 但边上都有队友保护 没有问题 反过来 都应币是反过来开一波车 反爆一手都应币 绿毛 拉了一手北川 北川一丝鞋 恐怕要死了 里面绿毛也是随之而去 双方打了一波一换一 都应币是马上上马的状况 所以京东也不好去继续接了 就马上黄差都来了 还有一个攻速鞋 上路继续找娜刷被动 哎呦 娜生气了 找我刷被动 我拍死你 反省大招近身体 感觉有危险啊 对线交的闪现 是 顺便机包也没能睡住 哎呦 牛保这边来脾气了 克里也赶过来 闪现大推拍 计划解掉 雅康下一个石头 打变小了 哎呦 跳在空中 被击落 对面扯回来绿毛 绿毛身上 看看队友的位置 队友表示 哥俩走了 哥俩走了 兄弟们 侧 怎么就是 也怎么卖了 镜头切过来 瞎虎天空中路 也是顶了一头 小炮随便两下 没掉 挂Q 再给睡技能 同时进化解掉 睡眠之后 Zoom的血量 也不太好 克里直接开发了 听到了他的这个声响 直接落大招 想去找一下 卡纳威 刚好撞到他 苏云碧 你的E技能比武 是卡纳威 进了他的身体 鱼尔刘金松 这波板开 开得非常好 瞬间秒杀了侧体 在屏幕的下方 雅高要被林伟翔几下点死 收到这个人头之后 砍下Dabuco 再点一下 三杀林伟翔在手 再次刷新火箭跳远 再配合队友 拿到这个人头 完全地跳了起来 这边卡纳威 这边卡纳威 还在被牛宝追 大招没有推到 但是正面已经 完全打赢了 又是刘青松 有点管不住了 我们看这里 京东亚哥是没想到 后面来了 主持人比 哎呦 这个瑞尔 直接打WR 三个 到林伟翔的小炮 也是没有人管得住他 对 防向 想团前去消耗 消耗但也没有机会 刘青松直接卡在了 这个爱口 我的天哪 直接听脸了 宋永币好感啊 赛提也反过来一抱 平尾强的位置不好 可能正前被秒了 我的天 打出了第一个小秒表 但是还是被压起身 开始受到这个大人头 宋永币也被打下马 有一手血手 雅高跟创查 雅高折发 一个切的位置也不好 赵一波展现 躲了下纳尔的一颗大摩菜 一卡位在屏幕的下方 跟宋永币缠终在一起 宋永币非常非常想 第二次上马 但是但是是没有机会 双方拉开 只是击杀了 另一位翔一个人 这边再随到了一个宋永币 宋永币但是 连分秒 这个时候瑞尔又是反开一波 这波反开再次伤害爆炸 由莉莉亚拿到两个人头 大概可以接受大龙了 对京东来说 这波找到了一波 小炮失误的机会 看是怎么被开的 是这边小炮自己主动先手 绿毛直接飞回来 有点小尴尬 在后续的团战 给他方帕子处理得很好 也没有急得打 慢慢拉扯 最后因为方帕子的阵型 是抱得比较紧的 这时候其实 京东的血量已经很低了 又是一波路儿的反开 连续两波团战 这女个人也很嚣张 让刘青松在旁边 直接跟卡拉威皮了起来 克里也开车了 刘青松又是一波闪开两克 直接斩掉了凯尹 凯尹表示 平常只有我皮别人的分子 今天别人还跟我皮了起来 因为这二段比武 吸回来牙高 将其一刀斩杀 在人群当中 叛囊取悟一般 鳄鱼 陷入了五个人的围剿 有小炮 拿他人头 方普拉斯经济领先 已超过一万 这波回程是想提皮过来 这些一波比赛的举动 感觉有机会 最快的卡拉威 十秒钟 来不来得及 打的是很快的 是有希望的 这个大龙buff 罗肯感觉有点难清啊 这场比赛 不干过去 才二十三分钟啊 原本我会觉得 是一场激烈的对抗 结果方普拉斯 一鼓作气 直指最后的出水机 因为翔飞秒了 有没有决手珠 但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方普拉斯四人齐上 将珠水晶推掉 我们恭喜方普拉斯 不到二十四分钟 将第一场拿下 一比雷领先进行动 哇 恭喜方普拉斯 好 我们也看一下 最后的输出情况啊 Nukery拿了 全场的最高输出 这全都打在了 这个鳄鱼皮革上是吧 然后第二的是 北川的莉莉亚 发挥的也挺不错的 是 东云比特克列 本赛季第二场MVP 2-0-9 之前 我记得好像方普拉斯 对那一句 就是大家开玩笑 说英比哥制裁机 MVP少啊 不再是100个MVP了 所以从这一场比赛 再拿起来 两个开始拿 参参率84.6% 这两个真的放给方普拉斯 我感觉好强啊 卡莎瑞尔这红色方 拿得太香了 感觉 京东应该是想到了 垂石加了菲流斯 应该是有解的 思路很清晰 方普拉斯 是的 两边是个队位选人 都出了下了双组 以及打眼 哎呦来了 你刚才讲到的啊 偷偷练了一首中单梦魇 而且中单梦魇 感觉打 辛德拉 有东西的 可以打 往前压 随时有捏 捏着不放的话 瑞尔是不能交技能的 哎 一个钩子 勾到了ADC 再摆一下 他是往前面去摆 对 往外摆 他可能想打断 因为他可以自己回程 先踢出来 而且他这个体还可以支援 这门 军名枪定到 但是垂石 因为带着弃手虚弱 不是隐燃 打扎治疗数 给刘青松 他直接把南枪上半区 反凉入眼 蓝眼能知道吗 而且南枪 也光注不到这条小龙啊 原本他一开始南枪 制定这个路线 哎 突然想去飞 一手中单 飞到恐惧柱 死个普通大招 能不能带走 虎不死了 很尴尬 哎呦 虽然说Q出来 但是还是被带走 刚好像是迷速比较快 追不上 好 这里又是在 方克拉斯塔下 大打出手 绿毛 又是康里亚 反应塔的伤害 所以刘青松 那个隐燃给探测 虽然说有红白刀的 厄非流色 但是也不足以 在塔下撼动两个人 好 这里康纳维 一直是没有 对这个小龙给动手 又是闪现 想去开厄非流色 没双招的 要被带走了 再补一刀 绿白刀的厄非流色 不足以带走刘青松 刘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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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段跳 再回水源标一下 能不能跑 红包不减上速了 哎呦 这大招没打中 前面一个大招 哎呦 还好是注目 补了一个QE 直接收掉 哎 这里直接飞中 行得了 要被恐惧到 恐惧到之后 向上跑得还是很快 准逼还是将其收掉 又瞄准一个卡拉比 卡拉比瞬间被打成半仙 很转啊 中文想阻拦一手 哦还差一下 哦 还真被阻拦到了 哎但注目自己能跑吗 两边都交伞 对比跟上 注目还在吸血 征服者触发还能吸吗 没吸起来被对比输掉 卡拉比现在在旁边 完全帮不上忙啊 下落 刘青松觉得你人不在 也瞬间开得起来 先给W带给一技能 卡扎大招 实际上被套这手虚弱 躲了垂直一个钩子 瞬间秒杀了一手垂直 此刻还帮助队友 捕了一手大招 炸出黑暗首歌 林伟强拿到一波 大爆击 这一波方PLUS 全员在线 虽然说前期发育不错 但是随后又被带走了 两波 现在零高二 这波被罩到了 随从有W 但是被推了下来 再接一个钩子 应该是要倒了 人头让给压高 还不够啊 对意义不是特别大 这波只是一个 比较干的人头 上路直接OC飞过来 跑不了了 哇 独音币他真的是 他把 加古前锋 打得是非常的快 镜头突然说 给到了左边 那个位和Zoom 两个人缠斗到了一起 镜头切过来 北船已经把 加古前锋给打掉 但自己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可能要被堵在 龙坑里面了 南枪先收人头 然后一技能滑 不带接闪现 撤出战场 但是这个黑暗设 他炸得太痛了 最后是由瑞尔 把他人头给拿下 而那边 都音币也深入敌后 深入战场 又是一个转 将人头给转死 转死了 阿菲流斯 自己还全身而对 疯狂的回血 加古前锋 也是被死哥给拿到 继续飞 再飞一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可惜自己没点凯旋 是 不然凯旋一口说定 还能活 我们看这里 阿菲把人给收掉之后 虽然说自己能撤出来 但是随后 撤出了这个小地方 撤不出总体的战局 哎呦 这个死哥大招 直接炸了南枪半血 炸了所有人半血 差太高了 哎 这个征服者的梦魇 拳击的节奏 不在他们这里啊 刘金苏又在特别 想配合 宗益毕 双进战场 宗益毕先进 卡莎后进 全部是打零拨 大包围 刘金苏第二时间进场 还在屏幕的左侧 林伟祥已经收到了南枪 自己被晕了一下 稍微位置并不是很好 林伟祥可能先行倒在地上了 京东 但是也没有奉取的战力了 哎 ZOO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先行砍死了一个死哥 但是死哥 唱起了一场 死亡动唱 打出了韩首歌 建模也被奈尔一拍拍掉 绿毛也走不掉 奈尔最后打扫战场 接管了队友的比赛 这里方普拉斯这个团战啊 打的是非常非常的坚决 就感觉刘青松 如果再进场 再早那么0.5秒 可能对方普拉斯来说 又更加有利一些 是 最后刘青松 嗯 哇 方帕斯这波 炸起的实际非常好 对方普拉斯一马当心 从前面死的 直接唱到 Lokers可能要瞬间被炸死了 炸下来之后 爱岚加的暴雨 现在将其送走 建模第二次 赶到战场 对比先亮一封秒表 保障一下自己的生存 北川这个时候 已经跟队友在一起 把AOE完全拉满 虽然说最后一推四 但是不足以阻止自己的阵亡 方普拉斯直接打了一波漂亮的0.5 哇 又把经济领先到了接近1万块钱啊 这罗肯可能 我们面上有个林伟强 飞过来挺多看不见 是 Nubry先是冲前面的时候 刘青松提供第二轮的控制 而死哥也是第一时间 畅下大招 但是上路 DWM又去带线了 一直打一个四一分推 嗯 这波是有机会 有机会秒掉吗 直接秒掉了 死哥北川 但是这波得赶紧撤 死哥就会打 这波似乎有点吸不太起来啊 死哥一个大招将去唱死了 方普拉斯再次 要将战场完全统治 拿到团面 一换五 带着大龙巴菲 终结掉这场比赛了呀 金东 没有办法再阻止自己的双子塔的倒下 我们要恭喜方普拉斯 在年后 先师两局的情况下 总算拿到了自己年后的首胜 总算找到了 四额自己战队的英雄啊 可以说是 我们也恭喜北川选手啊 欢迎来到LPL 来到LPL之后的 自己的第一场胜利 看一下赛后的这个数据面板啊 北川选手 死哥拿到了全场的最高的输出 在13分钟之前啊 双方的经济是互有领先的 但随后应该是几波小龙的团战啊 由方普拉斯取得了 血球上的滚动 是 MVP 尤其中的瑞尔 瑞尔可以 我的 没有没有 全猜错了 这首也可以了 在几波开战 那开战的时候啊 下路也是因为瑞尔打得好嘛 因为我们俩是比较专注于一个梦魇 是吧 这样上场 对 然后以及北川他打得不错吧 新人上场 是啊 好 最后是给到了四上 刘欣松的瑞尔 本赛季第四次MVP 参团率80%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完节 我是主持人小玉 恭喜方普拉 适应下了今天的比赛 现在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是北川选手 请跟他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FB打野北川 欢迎北川选手 也是一名新的选手吗 首先恭喜你们 以下了今天的比赛 那在L票拿到第一胜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呢 感觉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说啊 应该是 我觉得小选手们都稍微的有一点紧张 北川可以不用紧张 慢慢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 如硬币哥所说 因为他在直播的时候说 可能方普拉斯是 整个联盟调整最快的一支队伍了 今天也可以看到 完全士气如虹 为什么可以调整得这么宽呢 粉丝们是不是可以稍微安心了 还是有着慢慢调整吧 就还在努力 还在努力当中 那因为是在 之前是一名主播嘛 其实我们的北川 然后来到了我们的L票赛场 有没有什么心态的双银的转变呢 因为在直播的时候 话还是挺少的 打比赛的话就平时话比较多 然后就这样 所以在比赛的时候也会尽量地去跟队友沟通一下 是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今天呢在野区就碰到了我们的卡纳威 他是一名非常厉害的打野选手 今天跟他交锋过后感觉怎么样呢 感觉卡纳威还是挺厉害的 就赛前也有对他做准备嘛 我们的教练 第二局的时候 也是对面在一抢拿下了男枪嘛 一抢就拿下了男枪 然后你们是选出了梦魇 加上死哥这样子一个组合 因为我也知道你的死哥玩得非常的好嘛 是不是也是去针对对面卡纳威的一个黑科技呢 也不算是吧 就我AP打野选手算是绝活 然后英逼哥他的AD中单也玩得很好 就这样选了 非常不错的一个combo 有一波好像非常的嚣张 虽然小选手在场上可能有点紧张 但是还是非常的敢打的 就是到了对面的红区在20分钟的时候 直接一个闪现 抢下了对面的红buff 那波是为什么呢 那波就是想搞一下AD的心态 想搞一下AD的心态是吧 现在的这个 我们的硬币哥也是拿到了300胜场了嘛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都有一句话说 好像做硬币哥的打野非常的幸福 你有没有感觉到呢 嗯 硬币哥记对面 闪现时间这种真的很幸福 就是让打野非常舒服是吧 是的 是的 可以看到硬币哥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下面一个问题 因为也是加入FUNPLUS 虽然没有多久的时间嘛 刚刚我们的粉丝们也是一直在下面喊说 北川欢迎加入FUNPLUS 觉得这支队伍是一支什么样子的队伍呢 呃 是一支很好又很吵的队伍 很好又很吵 但是吵吵闹闹闹是感情越来越好 也希望北川在FUNPLUS可以打得越来越好 谢谢你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环节 让我们把镜头交换给姐说席